各位小七車觀點的觀眾大家好 我是小七 今天為大家試駕的車是一部非常可愛的車 這部車叫做HONDA 1 這也是HONDA少數純電的量產化產品 這一台車其實集合了HONDA當代對電動車的技術 都在這上面展現 那說到HONDA對新能源的努力 其實對HONDA忠實的車迷就可以知道 在1997年的時候 HONDA其實就已經推出了EV Plus這一台車子了 但是這還不算是真正的量產車 1999年的時候 HONDA推出了第一代的INSIDE INSIDE是HONDA第一部油電混合車 而且是量產的 那在2016年的時候 HONDA終於進軍了純電車的時代 推出了Clarity Electronic這一台純電車 HONDA也在2017年的時候 推出了一台概念車叫做Urban EV Concept 這一台概念車呢 其實就是今天我們試駕這台HONDA 1的前身 那在2019年的時候 HONDA正式公佈了 今天試駕這台HONDA 1的原型車 並且在2020年呢 在日本的廠房正式下線 開始上市量產 目前在歐洲以及日本市場都有銷售 那台灣市場目前當然是沒有銷售的 目前我們試駕的這台車 和後續引進的車呢 會由貿易商一新國際來導入 目前所有認真作業都已經完成了 那現在呢就可以開始下訂 而且已經有一名車主已經交車上路 那當然講到HONDA純電的品牌呢 這幾天也有新聞喔 他們在中國大陸發表了一個品牌叫做E-N 這個純電的品牌呢 它作為名叫吉派 吉地的吉 澎湃的派 這個發音要正確 吉派 這個品牌呢 在中國大陸以HRV為基底呢 上市了第一台純電車 那續航力據說有500公里喔 那一台車會是一個真正 進入實用化的HONDA純電車 但今天這台HONDA E呢 它可以說是HONDA純電產品的一個宣誓 但是這台車有非常多看點 等一下E-E告訴你 在車型編程方面呢 引進HONDA E的貿易商一新國際喔 其實在2021年4月的時候 就已經宣誓要引進這台車了 當時有兩個報價 一個是入門版 一個是高階版 那入門版的話呢 當時的報價是179萬 高階的Advanced的版本呢 當時報價是199萬 但是現在呢 通過法規之後呢 已經取消了入門版的引進計劃 所以現在只有引進的一個規格 就是Advanced的頂規的版本 報價是199萬起 但是由於貿易商引進的車 是在逐車引進喔 所以呢 每一台車規格跟條件不太一樣 這個詳細的報價 請各位有興趣的話 自行下巡一新國際喔 那當然一新國際呢 也有提供消費的另外一選擇 就是從德國引進中古車 就是有跑里程的車子 那有跑里程的車呢 它報價會從149萬起 所以就會大幅降低 擁有這台車的門檻 那市場上的同一期對手呢 類似的 雖然是純電的小車 但台灣還是有喔 包含同樣由貿易商PIT 他所引進的Fiat的510 Fiat的510的話 雙門的是155.8萬 那3加1的是168.8萬 那敞篷的是198.8萬 同樣的這個都是 每一台車報價不一樣 那另外總代理正式引進的是 Mini Electric Mini Electric的現在還沒有正式的報價 但是呢 預料也大概會是在 200萬左右的一個區間啦 好那3台車的話 規格都差不多 這個當然風格是有很大不同的 那一併提供給各位參考 好首先我們來看 HONDA E這台車新在哪裡 這台車呢是以概念車 為基底量產的一台量產車 那當然所有的東西 都是全新的設計喔 所以這台車呢 是HONDA很少見的後驅平台 那後製馬達 但是中製的電池 那前面的話呢 是沒有引擎系統的 也沒有驅動系統 所以這是一個全新的平台 也是不太一樣的 那因為這是一台全新的車子 所以幾個看點 幾個特色 先跟各位報告一下 第一個就是它全車系都漂配 黑色的車頂 黑色的A柱 所以外型上看起來是獨特的 另外呢 四個車門都採用無窗框的設計 那同時中控上面呢 有五具螢幕 分別是8.8吋的駕駛儀表 以及雙12.3吋的 HONDA Connect系統介面 還有左右六吋的電子數位後視鏡 所以中控上總共有五個螢幕 相當的有趣 那另外在頂規車上呢 它還有配備 HONDA Parking Pilot 自動停車輔助 那當然HONDA Sensing 這個ADAS也是全套的配置 那高科技的感受方面 它也有標配的是手機智慧型的鑰匙 但是這個台灣目前能不能用呢 這個我還不知道 等一下再告訴各位 第一眼看到HONDA E 相信你的感覺跟我是一樣的 這台車非常的可愛 非常的HONDA 那如果你對HONDA的歷史更了解的話呢 你會在車上看到很多 HONDA在1967年推出的 第一台乘用車 N360的元素 N360其實很久以前在台灣也有啦 圓圓的大燈 圓圓的車身 還有後方 都是比較圓弧的設計 在HONDA E上 都完美的呈現下來 這台車呢 在概念車的時候 它是Urban EV 所以呢 這台車是一台都會用車 以車廠來看的話 3894mm 還不到3米9 是一個B segment 正統B segment的級距 的尺寸 那車高的話 1512也是一個HPAC的 正常的車高 那軸距的話是2538mm 那如果和剛剛提到的 兩台競爭對手來比的話呢 它會比510來的稍微大一些 那也會比Mini Electric 來稍微大了一些 好車頭我們來看喔 車頭電動車 當然是沒有水箱護照的喔 所以前面是一個全平面的設計 而且從側面看很有趣喔 這是稍微凹下去的造型喔 所以是一個圓弧的造型 搭配兩個很有質感的頭燈 所以第一眼看起來相當的討喜喔 那前面俗稱引擎蓋的地方 但是現在下面已經沒有引擎了 它的充電孔在哪裡呢 在前蓋的正中間 有一塊用玻璃做很有質感的地方 然後這個充電窗怎麼開 LOGO旁邊有一個電動的開關 按了之後就打開了 是在正中間的設計喔 那當然在台灣來說的話 因為台灣的充電窗 大部分是設計在車子後面 那我們一般停車的習慣 是從倒車進入喔 所以車頭的設計 也許在國外很多地區是很實用的 但是在台灣的話可能比較不方便 不然呢你就是要改變你的停車方式 用車頭進去會比較好充電喔 好 這是充電樁的部分 那在車頭的造型上呢 它其實細部蠻有質感的 在傳統水箱護罩的位置 它用的是黑色鋼琴烤漆的處理 那下半部呢 七八的位置也是 所以看起來這車子的外型 雖然簡單可愛 但是是有質感的 好 前蓋怎麼開呢 跟你開引擎蓋的方式是一樣的 在這個地方有個安全扣 前蓋打開來之後呢 裡面看起來貌似還是有引擎喔 但是馬達不是在這裡喔 這是電力系統 驅動的管理系統 是放在這裡的 那當然傳統車輛該有的機械的結構呢 比如說煞車啦 電動力壓縮機啊 小電瓶 風扇等等 也是都還是放飾在這個位置 那當然這台車呢 因為是後製馬達 中製電池的關係喔 雖然前面也有一些機械的配重 但是呢 整台車的前後配重是50比50 是趨勁一個完美的配重喔 好 在車頭的部分 我們看到前蓋是圓弧式的包覆下來 前葉子板呢 上緣有一道折線的特性線 一路貫穿到車尾去喔 那前輪的話 鋁圈採用的雙色切削鋁圈 但是呢 它基本上整個基底是黑色鋼琴烤漆 切削面呢 只有外幅的一個橫撞的切削面喔 所以看起來是相當獨特的 那這個鋁圈的尺寸呢 是前後配的 前輪的話是20545R17 後面的話 因為是驅動輪喔 它搭配的是22545R17 的尺寸 17寸雖然不是很大 但是在車上看起來還蠻大的喔 好 車側的部分呢 標配黑車頂 那黑車頂其實是一個大尺寸的天窗喔 但不是全景只有到前座 那整個車頂都是黑色的設計 那包含A柱 一路延伸到車尾這一條呢 也是全黑的 鏡面鋼琴烤漆的設定 那車身側面有一個重點 要跟各位報告就是 HONDA E呢 有一個很有高科技感的東西 就是它有電子後視鏡 那電子後視鏡呢 它還是要有鏡頭對不對 所以它的 還是有後照鏡的基座在這裡 但是跟傳統後照鏡來講 它的體積減少很多 同時這樣的設計之後呢 它可以讓整個風阻係數呢 下降4% 所以優化了4% 對於風阻是有幫助的 車門的把手呢 一樣是做平貼式的把手 這可以有效的改善它的空氣力學 那為什麼打開車門呢 因為它這台車 四個車門都是無窗框的設計 而且這個是隔熱玻璃喔 看起來是很有質感的玻璃喔 B柱也是採用黑色的鋼琴烤漆飾板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LOGO 這個其實是它的APP的電子車鑰匙 的一個LOGO的識別 但是呢 這個因為只有歐洲版本 台灣我們沒有辦法 從歐洲那裡下載APP 所以這個功能 我們今天暫時是不會用到的 但我想應該啦 有英文的介面是可以來做使用的 那這台車的話設定是 五門車的設定 所以是有後門有後座的 而且後座真的是可以做的 等一下要為各位看 那後座這裡也有一個 比較新的設計 就是車門把手不見了 它不像HRV 是外路式的坐在這裡 它一樣位置是在這裡 但是它做的是整個隱藏式的 像前門一樣 先按了之後再開 好那我們看到後門呢 一樣是無窗框的處理 那後面的話呢 就是染色玻璃了 看前面的隔熱玻璃呢 隱私性來說的話又更好了一些 車尾的設定呢 HONDA E車頭和車尾是一樣可愛的 而且長得真的非常的類似 那車尾呢是一個標準的 Hatchback的設定 所以我們看起來 是一個非常俐落的線條 唯一的話延續車頂的黑色烤漆 所以整支是黑的 那第三操車燈的話也是坐在上面 那再往下面來看的話呢 頭燈跟尾燈其實是很類似的設定 都是採用圓形為創意的發想 那後屋燈呢是設計在這裡 那這裡是倒車燈 那中央呢和車頭一樣 採用了大面積的黑色烤漆的飾板 那下半圓呢也是黑色烤漆的處理 所以整個外型看起來 還是和車頭一樣 我覺得相當有質感喔 好打開尾門當然沒有電動尾門喔 而且這是一個Urban的用車的設定 但行李箱尺寸就比較一般了 它標準容積是171公升 看起來應該一個28吋的行李箱 就差不多了 也很符合它的設定啦 就是都會用車 座椅的話可以倒放 但是呢它沒有六四分離的設定 而且比較特殊的是 它的撥桿坐在正中間 簡單操作是很好操作的 倒放之後呢 可以將信箱空間擴展到861公升 和500E以及MINI相比的話呢 容積是比較大 但是呢如果還沒倒放的話 我想大家都差不多 那MINI的話會稍微有一點優勢 我們現在坐在HONDA1的內裝喔 這台車的外型呢很漂亮 內裝我覺得個人我也很喜歡 那當然你對照在台灣的價格的話 你應該會對它的用料有一些期待喔 但是呢我必須很持平的講 這畢竟還是一部都會用車 所以它的用料呢 不太可能會太高級 但是它呈現出來的整個質感 是高級的 我覺得是很不錯的質感喔 那首先映入眼簾呢 當然是我們一開始講的這5塊螢幕 駕駛座呢 這個儀表是8.8吋的全數位儀表 中間的車載系統和副駕駛座前面 都各有一塊12.3吋的數位的螢幕 兩側的話 這個是像素170萬像素的電子後視鏡 那電子後視鏡擺在這裡呢 這是我目前喔 用過量產車最好的電子後視鏡 就是這兩塊 真的看起來非常的人性化 而且呢它還有一些標線 所以判位上也是相當容易的 隨著電子後照鏡的採用 我們看到的視野就和一般的車不一樣了 這裡完全沒有後照鏡 所以你的視野會變得非常的好 這是不一樣的地方 那再來就是 整個內裝的設計是相當的開闊的 包含一氣呵成的5個電子螢幕 它的中控是鏤空的 這個其實在現在比如說Ioniq 5 這一些電動車上也非常的常見 總之坐這台車視野非常的好 那當然除了5塊屏幕之外呢 你也可以看到上面這個Advanced的車型 它也標配了電子後視鏡 那這電子後視鏡呢 做的質感也是很好的 有一點類似無邊框的設計 那如果你往下一撥 它也可以變成一般的後照鏡 那往上撥的話就會變成電子的後照鏡 車頂的話 剛剛有說過外面都標配黑色車頂嘛 這算半井天窗吧 就是前座面積都有可以採光 然後有手動的這樣鏡 好這看完上面之後呢 我們再來看下面 方向盤的話 其實你會覺得非常的熟悉 這個方向盤跟FIT其實蠻像的 但是做的比FIT更有質感 首先表裝的方式不一樣 它中間有一圈細細的 鋼琴烤漆上下都有 那包覆的皮質呢 等級非常的高 這應該是NAPA等級的皮革啦 那開關按鍵的話 採用的是黑色鋼琴烤漆的處理 另外因為這台是頂規車 所以有方向盤加熱在右側 那換檔撥片也有 但是它換的不是檔 它換的是回充的力道 那你在一般的狀況之下有四段 那如果在one pedal的模式下 會有三段 可以來做調整 那等一下上午再為各位來做報告 那中央我們再來看一下 中央出風口也是現在很流行的 這個左右貫穿式的 這個出風口 其實在CIVIC 大家也可以看得到 那有關CIVIC的試駕 大家也可以點選資訊卡 這個我們有試駕過 下方的話是單區恆溫的空調 那恆溫的話呢 它就是一般比較傳統的介面了 那左右這兩張椅子 都有加熱的功能 這個加熱鍵在空調的左右邊 那再往下方呢 鏤空的設計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除了說12V的插頭之外 它也有一個AC230V 1500W 的家用插頭 那當然跟台灣的規格不一樣 這是對應德國的規格 但是有一個轉換器的話 應該就可以用了 那下方呢 還有HDMI的插頭 還有兩個USB Type-A的插頭 那下方的話還有一個布置的 可以放手機的地方 中傳這裡呢 我們再講一下 中傳呢 就是它的排檔桿 排檔桿是按鈕式的 那PRND是跟原來的排列是一樣的 而且操作起來相當的舊手 特別是R檔喔 它是用Code的方式 其實很直覺啦 那這一組電子排檔呢 其實在HONDA其他量產車上也有看到 但唯一不同的就是 D檔下方它有一個鞋子的這個按鍵 這個就是One Paddle的按鍵 按下去之後呢 就可以用油門踏板 就是電門踏板來控制車子的 減速和加速 這個等一下上路試駕再為大家說明 那後方的話 電子手套車AutoHole 還有Driver Mode的切換鍵 那Driver Mode有兩個喔 一個是Sport 一個是No Mode 這個再加上一個One Paddle的話 可以算三個啦 但是Driver Mode的這個可以調整兩個模式 那排檔的外框呢 採用的是木紋的飾板 這個木紋飾板是假的 但是看起來很高級 紋理都有做出來 是立體的紋理喔 質感加分不少 那當然搭配儀表板上面 這個橫貫左右的 這個木紋飾板也是 那其實呢看這樣的設計 其實和一代CIVIC很像 一代CIVIC也是左右貫穿 然後有木紋飾板 下面也是鏤空的設計 所以非常的像 這也是向傳統致敬 這兩張座椅的話呢 剛剛提到的加熱功能 那是採用布直的設計 整個質感看起來是簡約的 雖然沒有皮椅 但看起來質感搭配起來 整個內裝的氛圍非常好 非常的溫馨 和競爭對手相較的話呢 我想風格的大家都不一樣 我覺得這個內裝呢 會比500E稍微精緻一點 但是500E也設計的 設計感很強烈啦 但一個日系 一個義大利的感覺 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如果跟mini的話 mini就是比較傳統豪華車的設計 也比較有個性化的感覺 三種感覺完全不一樣 看你喜歡哪一個 那我覺得共同的點就是 這樣的小車要賣到這樣的價錢 他們的內裝都盡量呈現 很充足的設計感 最後我講一個比較特殊的地方 就是它的租空間是隔狀的 是可以變換容積的 而且是以開放式的處理 那杯架在哪裡呢 杯架在前面 有一個杯架是用抽屜絲拉出來的 而且它採用的是皮帶的設計 這一點也是非常有趣的 還有安全帶你看試車 試到連安全帶都要講 很少見吧 安全帶是跟木頭配色的 咖啡色的安全帶 配上門板上咖啡色的縫線 整個呈現的質感很溫馨 很像精品 而且HONDA感十足 各位觀眾好我是Mike 現在由我來為大家介紹 HONDA E的車載系統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 在駕駛座跟乘客座之間 有一個非常巨幅的螢幕 它其實是由三塊面板所構成的 大家可以看到 除了駕駛前面有一個數位儀表板之外 在中控台以及乘客座前面 都各有一個寬螢幕的顯示 兩邊還搭配了 數位後視鏡的顯示區 我們先從中間的車載系統開始講解 大家可以看到中間的螢幕 跟右側的螢幕 其實他們的顯示內容是有相連的 它的背景是一個可以自訂化的桌面 我們先讓大家看一下桌面有哪些變化可以調整 按下Display這個選項 它就可以選擇你要的桌布 除了可以自己增加之外 它其實內建就有非常多款 像是有櫻花等等 比較有日本風格的桌面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再來看完桌面之後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螢幕的顯示方式 其實它的人機介面是做的近似於現在的智慧型手機或平板 它在左側從上面往下看有幾個按鈕 既然Honda也是一台電動車 我們就先看跟電動車有關的選單 首先是這個EV Manual的按鈕 打開之後可以看到它可以做一些充電排程的調整 以及預先開啟空調系統的排程調整 大家可以看到它可以儲存七組的設定 其實非常的多可以符合你每一天的需求 再來充電的排程調整也有兩組 大家可以選擇讓它在離風的時段來做充電 可以比較有良好的能源運用方式 再來也可以調整你要的空調預線運轉的工作模式 你可以設定為你要冷一點還是要熱一點 那也可以設定它要預運轉多少時間 比如說你要10分鐘或30分鐘都可以自己調整 再來還有一個是儲物功能的同步調整 你也可以在可能會有起霧情況的時候先打開 最後來看它的是充電最高電量限制的調整 你可以分成在家裡充你想要限制它最多能充到百分之多少 從最小的低於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百都可以調整 而且可以設定在家充要多少 在外充的時候最滿也可以充多少 再來我們看完這個選單之後呢 也可以看到底部有一個按鈕是開啟位於車頭的充電蓋 可以從車內透過螢幕來按 那它的續航里程會放在螢幕的最下面 我們可以隨時看到 另外有一個快速尋找充電站的按鈕 不過因為在國內呢 因為HONDA E由異星國際引進是屬於平行輸入的歐歸車 所以沒辦法連線 那沒關係再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另外一個電動車重要的功能 就是能量流的顯示 Power Flow 按下去可以看到有一台HONDA E的縮圖 那裡面呢有一個橫向顯示的電量表 現在電量剩餘百分之八十九 那依據行駛狀況來預估大約還有一百四十七公里的續航里程 我們可以看到目前電池正在向空調系統供電 那我們沒有在移動所以它並不會把電量傳輸到馬達去做一個運轉的動作 那再來看到右側有一個插頭的圖案代表是現在正在進行充電 那我們沒有在充電所以它不會亮 好那因為已經開了兩個APP 我們現在如果想要快速的切換 可以按螢幕左上角有一個中間的圖案 它可以看到我們目前有開的介面 那就像用智慧手機一樣就左右滑 就可以滑到你想看的內容 那因為它有兩塊的螢幕中間跟副駕各一塊 還有一個按鈕是讓中間跟副駕之間顯示內容直接交換 好那我們現在先打開其中一個介面 因為它有左右兩塊螢幕 所以其實為了方便 其實有一個按鈕可以迅速的交換左邊跟右邊顯示的內容 就是在螢幕左上角 按了之後可以看到它直接交換顯示功能 這樣駕駛跟副駕駛可以分別操作不同的項目 好再來我們先回到主選單來看一下它還有哪些有趣的功能 可以看到在左下角有一個Aquarium 就是水足箱功能 打開之後你會發現兩塊螢幕之間有一個虛擬的水足箱 那它的功能可以讓你觀賞這些魚 還有它的樣子 當然它的底側都是可以做調整的 還有它的內容物 甚至你要養幾隻都可以調 像你這隻覺得很可愛可以養三隻 不喜歡的就設定為0隻 然後我們按完之後就存個檔 它就會切成你剛才設定的圖案 每個人的Honda EO都可以做一些個人的風格配置 好再來我們來看它還有哪些功能呢 有左上角的導航功能 按下去之後會發現並沒有詳細的圖字 但它還是可以找到台灣在地圖上的一個位置 那這個螢幕它本身是觸控的 它的流暢度其實反應還可以接受 但是在系統的運轉上會稍微有一些小延遲 再來可以看到這個螢幕的顯示內容 其實可以做一些個人化的調整 包含左邊常用的介面 你可以直接拖拉你要的選單 讓它符合你的使用的需求 那你可以把不要的選單移除 把常用的移到左邊 比如說你可能會需要常常用到一個攝影鏡頭 你可以把它換上來 導航用不到可以先拿掉 你可以用一個常用的設定來取代導航 其實功能滿豐富的 那既然講到它的鏡頭 我們就來看一下 全車是有搭載環景的系統 顯示方式可以自主切換 你要看的是車頭周圍還是兩側 甚至是整台車環景的顯示 放大等等都可以做調整 那既然講到了它的攝影鏡頭 也要講到HONDA E很重點的配備 就是它的數位後視鏡 這個數位後視鏡的顯示螢幕位置 其實跟傳統的反射型後視鏡比較接近 所以在視線上 駕駛不用重新習慣就可以使用 那在調整方面呢 螢幕左下角有一個Safety Config 做一些安全配備的調整 它把HONDA E所搭載的 HONDA Sensing功能都顯示出來 那我們現在要調的是它的後視鏡 所以可以到 駕駛輔助系統相關機能調整選單裡面 往下呢 Side Camera Mirror View這裡 可以看到它分成兩種模式 有標準的顯示 以及廣角的顯示 就模擬了一般有雙曲率 鏡片的車所看到的畫面 那當然它雖然是數位後視鏡 它也保留了傳統類比的操控介面 是在人版上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調整介面 用起來跟傳統後視鏡幾乎是沒有什麼差別 也沒有延遲的 那HONDA E它這兩塊螢幕 有個比較有趣的地方 就是兩邊可以顯示完全一樣的功能 像我們一起打開All Apps 所有的App的選單 你可以看到左右其實是會一模一樣的介面 當然駕駛跟副駕駛都可以看到 但是我發現到它好像沒辦法 兩邊同時操作 也是只能按一邊而已 當然還可以看到它還可以調整 時鐘的獨立顯示功能 它裡面有非常多的頁面 除了現在看到標準的類比式之外呢 光是類比的頁面就這麼多 那數位的電子時鐘也有 像可以看到HONDA最可愛的這個機器人 那可以讓你直接看到現在的時鐘跟時間跟日期 好那再來看完這個時鐘的選單之後 其實它還有一些額外的App 可以自己添加 在這個HONDA CAR APP Center裡面 但是因為我們沒有連到網路 所以並沒辦法看到它有提供的所有的功能 不過相信如果是聯網可以開通之後 會非常豐富 再來HONDA E其實有很貼心的一點 就是因為畢竟電動車 新世代的車有很多科技功能 大家可能不熟悉 所以在車載系統裡面 它直接把整本數位版的使用手冊放在裡面 可以看到它有很詳細的分類 然後還有詳細的圖片的解說 大家可以看一下豐富的功能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因為我們國內進的 貿易商所引進的車是歐歸的平行輸入車 所以在語文資源上 當然就只會有歐洲的語文可以看 大家可以看到在設定裡面 它所提供的語文除了英文之外 剩下都是歐洲國家會有的 就沒有中文可以看 所以如果你要買這台車的話 可能會需要稍微做一點功課研究一下才有辦法了 接下來就讓小七哥繼續為大家介紹 HONDA E的其他功能吧 好我現在坐在後座 這種小車後座基本上都不會大 但是HONDA最著名的MM思想 機械最小化乘坐空間極大化 在這上面還是可以呈現的出來 所以基本上像我173公分的身高坐進來的話 空間還是有的 西部空間大概就剩這樣子 比較遺憾的是跟一般的電動車一樣 它的底板比較高 所以大腿的支撐可以說幾乎沒有 但是左右的寬度其實是夠的 但基本上它是四人座的設定 所以中間連安全帶都沒有 如果說是左右座兩個人的話 橫向的空間算是寬敞 唯一就是底板稍微高一點 所以會影響你腿部的支撐性 頭部空間表現其實也還算蠻不錯的 那與金恩對手相較的話 這會比500E大很多 那如果跟MINI比的話 其實空間上也是有一定程度的優勢 我們來看它這個設計上 還是有它特殊的地方 左右有兩個開關 這個是室內燈的開關 它的室內燈是坐在天花板上面的 總共四個 而且這燈光是比較類似燈泡的顏色 雖然是LED的 但是它坐比較柔和的顏色 這個原廠說是劇院式的 投射的燈光 看起來是有設計感的 門市板的話跟前座是一樣的設定 一樣有咖啡色的縫線 那搭配跟坐一樣材質的布置的設計 基本上摸起來觸感不錯 那是相當溫暖的 杯架的話在左右門板上面 後座也有兩組USB的插頭 而且插頭還有蓋子 做的算是相當精細的 好我們現在開著HONDA E上路 這台車開起來很HONDA 但是它是純電的 規格數據我先跟各位報告一下 HONDA E有兩個最大馬力的數字 入門板的話是136匹 今天試駕這一台 Advanced的話是154匹的最大馬力 採用後製的單顆泳池馬達來驅動 那最大扭力的話 無論是入門板或者是高階版本 都是32.1公斤米 也就是315牛頓米 對照兩台其他競爭對手來看的話 這台車的動力性能呢 會比510來的好一些 那如果和Mini Electric相比的話呢 Mini Electric會來的比較快 最大馬力也會來的比較大 它的電池呢35.5千瓦小時的電池 那會比Mini Electric的32.6 稍微大一些些 但是會比510的42度稍微小一點點 那採用的是400伏的電壓的系統 和510是一樣的 它的續航能力來說的話 以原廠公佈的WLTP的數值的話 是220公里 那對照510的305公里 或者是Mini Electric的234公里來說的話 是稍微短一些 但是跟Mini是比較接近的 好充電系統的部分呢 它引進台灣的是德國規格的 那如果是AC慢充的話呢 它最大可以支援6.6千瓦 在5小時的時候 可以從0%充到100%充滿 採用CCS2的插頭的話 它最高可以支援的是56千瓦 它可以在大約半小時的時候 充到8成的電力 好那開起來什麼樣的感覺 這車開起來兩個模式 如果是Normal模式的話 就開起來很平順 但是是有力的 快速的 那如果是Sport模式呢 我現在把它放到Sport模式 它的貼配感就會還蠻強的 好 再把它換回Normal模式 兩個模式相較之下 差異是還蠻明顯的 那我想應該一般都會放在Normal模式來開 如果你放在Normal模式來開的話 這台車開起來非常平順 那如果你以Honda小車的標準來看的話 這台車隔音做得不錯 當然它沒有什麼雙層玻璃等等這些東西 但是在低速的時候 它隔音做得是相當安靜的 那當然有一些細部組裝的聲音 那高速的話有一些輪拱的聲音 這個等級電動車的標準來說的話 我覺得做得算是 還算相當不錯的一個隔音的水準 好 那在操控性上面呢 我覺得這個也有傳承到HONDA的精神 是因為它重心很低 所以在彎道上面的話 其實相當的穩定 那轉向的話不能說很犀利啦 但是比一般的房車來說的話 轉向算是還滿精準的喔 這個算是很不錯的 如果你對HONDA有操控上的期待的話 這一台應該是可以期待的喔 哇 你看這個超穩的 這台車做後續我覺得有一個好處 就是讓它迴轉半性真的變得很小 所以這台車在市區非常好開 那加速又快 又安靜 所以這是一個很棒的體驗 那再來我來講一下one pedal模式 one pedal模式的話呢 它也有三段可以調整 方向盤上的俗稱的換檔撥片 來做調整 調整的話呢在儀錶板的左上角 你可以看到度數的調整 但是這個圖示比較小 我覺得這個看不太清楚啦 但是如果你開習慣了你還是可以看得到 那one pedal模式是我開過 現在所有電動車裡面 我認為這個one pedal模式是做得名列前茅的平順的 這個是真的一般人 你不用太習慣就可以用one pedal開 那如果呢你把這個單踏板模式取消的話 它就跟開油車很像 只不過更快更安靜了 好當然開起來的話呢 510我們有為大家試駕過 大家可以參考資訊卡 這台車跟510開起來 我覺得風格不太一樣 這台車的等級呢 應該算是比510再高一點點 因為510的話應該是A segment 這個應該算是B segment了 所以開起來的各方面質感會稍微來的好一點 行路性也會好一些 好最後來講講什麼樣的人適合買HONDA E HONDA E的話是一部很迷人的車子 我第一眼看到它我就喜歡 如果可以我會買 什麼樣的人適合它呢 第一個你這台車應該是家裡第二台 或第三台車的定位才OK 以我來說的話 如果這台車定位為每天上下班 接送小孩的都會用車的話 我家大概離公司差不多幾公里 那每天來回大概20公里的里程 的話這台車很適合 在都會裡面又很好開 它後座也夠大 所以載小孩載兒童安全座椅 都是沒有問題的 它設計感又很強 內裝也不廉價 而且很溫馨 第二個就是玩PADO模式 最好的 最平順的設計 這兩個印象很深刻 你就設定買菜車的用途 或者是都會用車的用途 這台車就會非常的適合 那再來的話呢 你喜歡小車的人 這台車當然就很棒 特別是你喜歡迷你的課程 我建議你可以來看看這個 是像我的狀況 如果定位成上下班用途的話 我以前開那個PRIUS PHV 那續航里程才40多 實際續航里程不到50 我都可以用純電行駛了 那這個車還有3倍4倍的續航里程 為什麼不行呢 可以嗎 而且這個充到滿 即便用AC的慢充 就必掛式充電器 充到滿 約末5小時 回家就掛著充電器 或者上班就掛著充電器 其實隨時都是滿電的 所以應該不會有太什麼 里程焦慮的問題 那當然適不適合長途開呢 我想可能真的不太適合 但是這個就是回歸它的定位 它的定位如果是在都會小車的話 這個樣的續航里程 我認為是可以接受的 那以上就是我開這台車的心得 你對這台車有什麼看法嗎 歡迎你用底下留言來交流 這台車我真的覺得太可愛了 你覺得如何 下面告訴我 我是小雪 我們下次見了 拜拜 而且很科技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才是 Power of Dream 對不對 HONDA就是要這種感覺 你覺得199萬很貴嗎 我覺得還好耶